由台湾布农族牧师江冠明 创办的中华少数民族宣教中心 二十年来以寻西方宣教士来台传福音的经验 以M2M 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方式 接触当地原住民 将福音传遍东南亚十几个国家 2018年就带了六千多位少数民族受洗 这样像是你拿到的圣经一样 就是神的话 得着他的就是得着他 的一切 得着他的就是得着的生命 传统的宣教模式 在少数民族当中 是很难的 因为少数民族地区 他们是跟汉族 或者是跟主流民族 他们是有历史的渊源 甚至是有历史的伤害 但是如果你是少数民族的 他只要看到你的肤色 看到你的这种感觉 就会拉近了那个距离 然后你再跟他讲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食在十字架上爱的故事 你再跟他唱爱的歌 天上的歌 他们会感觉很不一样 身为泰鲁阁原住民的古墓也谈到 当原住民走出去的时候 这个特殊的身份让他更能够触摸 同理其他少数民族的伤痛 我要在这里说台湾的原住民要兴起 让这些慰德之民都能够因着耶稣得救 这所少数民族宣教神学院除了圣经教导外 也邀请第一线宣教士分享食物经验 打开学员宣教视野 另外经历圣灵操练服饰也是重点课程 我看见他们真的是用血跟泪还有汗 就是去堆叠出来的这个宣教的路 其实在那些就是世界各地 他们不是不愿意去相信耶稣基督 我非常让我惊讶就是 这么强调实用性的一个学校 它非常依靠圣灵的大能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负责传讲耶稣基督 圣灵负责做感动的工作 主徒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防呼求祖民的救病得救 为了帮助当地民族 张牧师团队不仅在当地 干涉教堂购买摩托车 也投入救灾行动 他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末世将有一个 首歌庄稼的季节来到